特別的這個技術的虛擬實境的應用 就是把病人自己 不管電腦斷層或核磁共振的影像 那從原來的2D黑白影像轉換成3D彩色 再結合虛擬實境 那這個的好處是 因為過去我們用虛擬實境很多是用教育 可是這個的好處是病患個人的資料 不管是手術治療 乃至於治療前計劃跟病患和家庭溝通的一個 好的用這個工具 那這個技術呢本身已經相當成熟 那所以現在會開始逐步應用到個人的身上 此外也有一個新的這個 預防失能失智的這個 台灣本土元素的 台南城王廟的一個虛擬實境的遊戲的一個發表 那這個未來呢 也可以讓長輩在遊戲當中 同時得到認知功能的訓練 和這個視覺空間的訓練 這個也是有助於失智症預防的一些方向